台湾投2024初总统 全力支持赖清德 斗大明显的文宣返布 高挂在市区最繁华的爱三路人寺路口 距离明年初总统大选不到一年的时间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志伟 特地悬挂文宣返布 全力支持赖清德参选2024总统 守护台湾的自由和平民主繁荣 我想我们正在这个 总统候选人正在准备登记当中 我想我们基隆市 我身为议长 我想我们希望可以把乡亲火热的盼望跟期待 表达出来对赖清德总统的支持 非常多的乡亲陆续在反映说 何时要成立信赖台湾基隆之友会 然后非常多的乡亲在期待说 何时可以上看板 那我们就表达乡亲的声音 我想大基隆地区本来就是赖富的生活圈 从小在万里出生长大 那在基隆也常常 我们过去在行政院长任内 也对我们基隆市的发展 非常的重视 那让我们这个右昌市长 有机会来破话基隆 那我想我们 接下来我们要反映乡亲的期待 赖富也是唯一 现在所有台面上总统候选人里面 最具有行政经验的人 从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台南市长 行政院长 副总统 以及国际经验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未来 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资历 那我们也希望勇敢的站出来 让我们台湾继续守护自由和平民主繁荣 童子伟强调还有许多乡亲好朋友 愿意提供广告板位悬挂支持赖清德的看板 他们会陆续来规划 因为是时候了 最近有非常多的乡亲在反映说 他们希望可以提供板位 来让赖清德总统候选人来上看板 那我想我们会陆续规划跟大家讨论 那我想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大家站出来 是时候了 大家一起努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